想要走上致富之路吗? 在财富的殿堂里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就像宇宙中永不枯竭的能量一样 致富的机会随处可见 关键不在于机会是否存在 而在于谁能抓住机会 谁就能获得财富 致富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需要果敢行动的人来实现 那些敢于追逐梦想 紧跟潮流的人 才能真正掌握致富的秘诀 随着身边人的成功和财富 还未迈向富裕的人 可能会感到一丝失落和迷茫 或许他们觉得现有的财富已被瓜分 自己已无立足之地 即使全力以赴 似乎也无法改变现状 但实际上 质富的机会无处不在 世界从未止属于少数人 贫穷并不是富人设置的障碍 而是我们未曾探索的另一片天空 即使某些门槛关闭 新的机遇仍等待着我们 世界从来都是公平的 比如 铁路运输或许已被垄断 但电气化运输和航空运输正在快速发展 为我们提供新的致富机会 我们为何要止步于眼前 而不放眼未来的蓝海呢 唯有不断超越自我 关注未来的大事 才能真正抓住致富的机遇 不要只想图现成的成果 而应积极探索新的财富之路 勇于变革 勇往直前 成功的机会即将降临 在追逐致富的道路上 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同样拥有机会 他们的处境并非被老板剥削 或财团垄断所致 而是因为未按照致富的方向行事 举例来说 美国工人若采取特定行动 或许能像欧洲的同行一样开创事业 制定有力政策 从而获得成功 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 只需掌握方法 毫不犹豫地运用 就能实现梦想 不要被过往思维框架所拘束 要勇于创新 挖掘潜力 追求真正的丰盛生活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 因为财富之源源不断 不要感到绝望 认为财富已被占有 更不要放弃努力 宇宙能量丰富无尽 滋养每个人 提供无限可能 宇宙能量运行的规律将带来不同事物 展现多元性 人类可从自然得到丰富资源 只需善加利用 自然界的匮乏不是贫困的借口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财富 过上美好生活 宇宙能量拥有创造力 将激发人类力量 帮助修复土地 创造新事物 人类是地球上生命力强大的物种 整体而言 人类越来越富强 贫穷不是命运 而是未按特定方式行事所致 在当今科学解释的宇宙能量中 一切事物都源自宇宙能量 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影响住宇宙能量 进而创造所需的一切 在追逐致富之路上 掌握特定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 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创造性思维 将成为我们与宇宙能量 共同创造财富的神奇力量源 想象一下 当我们的思维与宇宙能量交融时 将会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助我们开启致富之门 每一位我们都应该拥抱创造性思维 让他引领我们走向财富之路 从寻找真理开始 不断探索宇宙能量运行的奥秘 从中获得无穷的财富 宇宙的能量丰富而神秘 相对于我们的需求 仅是冰山一角 想想宇宙中每个规律运动所产生的物质 地球上每一个生命与运动的奇妙交融 都是宇宙能量运行的鲜活展现 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规律之中 每一步发展都是宇宙规律的一部分 就像树木的生长规律一样 当宇宙能量按照这样的规律运行时 一棵树苗在草地上冒出 经过时间的洗礼 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奇迹 展现了宇宙能量的无尽创造力 星球的形成也是宇宙能量运行的结果 从而形成了银河系和太阳系等宇宙器官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的思维对宇宙能量的运行和更新 起助重要作用 人类的思想力量是宇宙能量创造财富的动力 唯有给予思想翅膀 让宇宙能量的力量得以展现 每一种思想运用到宇宙能量上 都能孕育出新的可能性 开启丰富的未来 人类被视为地球上最璀璨的明珠 其思维如同最美丽的花朵绽放 我们的智慧和劳动 决定住地球的前行 我们是具备思想力量的动物 能够自主生成无数的灵感 每一个创造的奇迹 都源自我们脑海中的想法 在得到自然资源和能量的滋养下 这些想法得以实现 人类的思想参与 不仅影响着宇宙能量的运行 更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的思维无拘无束 丰富多彩 我们将对宇宙能量产生莫大的影响 进而帮助我们缔造更多财富 享受丰盛的人生 为了获得更多 更优质的物质财富 我们应该打破贫乏的束缚 不要仅仅关注眼前的现状 而是要持续启迪自己的思维 发挥创造力 透过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宇宙能量 让宇宙的力量我们所用 携手缔造美好 只要我们的思维 与宇宙能量的运行规律相弃 并最大化地发挥思维的影响力 我们便能理性地运用自然资源 与宇宙能量合作 实现我们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牢记以下三点 为自己和这个世界 创造美好的未来 宇宙能量是世间万物的源头 根据不同的规律运行 呈现出多样性的事物和运动过程 宇宙能量的供应无限丰富 远超人类的需求 人类的思维和活动 能够影响宇宙能量的运行 因此人类有能力 与宇宙能量合作 共同创造出 无限丰富的物质世界 人类的思维是思想的核心 具有无限发展和丰富创造力 当人类的思想集中 集坚定时 对宇宙能量的影响力 就会更大 实现自身目标 宇宙能量赋予人类创造力 成为世界财富的来源 然而 要与宇宙能量和谐共处 共同创造新事物的首要条件 是人类的思绪必须正确 符合宇宙能量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 这就是按照特定方式去思考 其他如贪得无厌 不劳而获等想法都是幻想 与宇宙能量运行规律背道而驰 不会得到宇宙能量的支持 因此 正确的思想应当以思考真理为基础 思索事物的本质而非表面形式 每个人天生具备思考能力 但能否深入思考取决于个人努力 真正能够正确运用思考能力 创造财富的人寥寥可数 这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当我们面对贫困的现象时 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 那么贫困将永伴我们左右 但若我们从事物本质出发 相信这个世界本质上充满丰盛 我们所看到的将是正朝着富足迈进的人群 坚守着这样的信念 我们与繁荣只有一步之遥 因此 当疾病降临时 我们应该思索健康 身处贫困之中 则应该思考财富 然而 进行这样的思考需要强大的力量 只有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才能主导自己的思维 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终拥有心中所渴望的一切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获得这股强大的力量呢 这股力量源于我们正确的思维 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事实 按照特定方式进行正确 且充满创造性的思考 我们的思维应该足以引起 宇宙能量的关注和青睐 让宇宙能量乐意与我们携手合作 共同建构美好的新生活 实现心中美好的理想